平時我做人一點都不沙塵 很誇張的 但是今天給我餵飯吃 給我招職一次 我今早早上考車是一踢過程 真的很開心 我都很豐富我自己 要好好記錄一下今天 今天是2024年7月22日 我今早是考10點04分 市場是Bratberry Test Center 大家好 我是威媽媽 今天是2月13日 很想要記錄一下我現在的心情 其實我昨天才過了Driving Theory Test 一過了之後 我就立刻通知我學車的師傅 他很有效率地 就安排了我今天上第一堂的駕駛課 其實我都還未準備好 因為準備了Driving Theory Test 我都找了差不多2個月 沒辦法 因為年紀大 機性不好 我需要長一點時間去準備考試 都找了2個月 我心想都讓我休息幾天 誰知他這麼有效率 就安排了我今早就立刻上課了 我這個教車師傅是朋友介紹的 還有幾個朋友都是同一個教車師傅 其中有一些還一踢過程 所以我對他都很有信心 不過我對我自己就信心不是那麼大 我覺得就不期望一踢過程 希望不用考太多次了 這個駕車師傅他就是非洲人來的 最初我也擔心會不會很重口音呢 都怕英文難聽 但是他的人很優雅之餘 英文都很容易聽到 第一堂感覺都很驚訝 感覺很好的 我終於可以駕駛車在路面上行駛 平時我是坐副駕多的 這次有第一次的駕駛經驗 原來感覺都很好的 這麼快已經來到6月尾了 學車都學了4個半月了 直到今天 學車的時數學了48小時 時間真的過得很快 大家有沒有留意我換了一個新眼的 早前是在SPECIVA那裏配的 因為之前那副已經戴了三年了 考車的時候 就要去測試一下眼鏡 我也和YY爹地去過超市的停車場 測試一下 大概20米左右看過車牌 他看到 我就不太看到了 所以就無謂博了 在這裡配了一副眼鏡 現在我的試力就很好 應該是會過到這關系 沒有問題的 好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學車的心路歷程 其實在學了四堂 即是8個小時的時候 師傅就問我 你之前在香港有沒有學過車的 我說沒有啊 我從零開始的 師傅就說 以學了8個小時來說 我都算駕駛得不錯的 我當時就尖尖自喜了 我駕駛是不是真的有些天分呢 但是去到學了十多個小時 我就覺得開始的進度有點緩慢了 去到二十多個小時左右 師傅才開始說我是按標準 幸好都按標準 去到三十個小時的時候 還有滿滿的挫敗感 因為師傅就說帶我走 走這個 其實那些 也挺難 有些是 零射 難 轉 或者可能 路口轉進去 很窄 基本上連檢查中心 去到地點都是好設計的 因為我考的是 Bratberry的檢查中心 它直接從檢查中心出來的那條路 那個檢查中心是一個 選擇我 那一堂都真的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好 所以那一堂 下課的時候我是非常挫敗的 而且師傅還說我轉右轉得不是很好 所以有一點點不開心 然後五月尾就turn break 兩個星期就turn break 師傅有六個小朋友 這兩個星期基本上是休息的 所以是沒有課上了 因為他要陪小朋友 那我就急了 其實兩個星期turn break 完之後 我再見到師傅 其實已經是六月中了 那我是七月未考試 是七月二十二號 所以只剩下一個月多一點而已 那上一課又滿滿挫敗 放完後 時間真的不多了 真的心裏是有點焦急的 而我轉右還未轉得好的話 對我的考試絕對是有很大的影響 那其實我的非洲師傅 即是我原本跟開學車的師傅 也有教我怎樣轉右 不過有時候可能有些細節 或是想不到他就想不到 那我就嘗試找一個廣東話的師傅 看看可不可以幫到我 那我就找了一個BBC的師傅 那為什麼我找他呢 純粹是因為有一次 我接完女兒放學 回家的時候 就看到他在路邊 在等著接學生 那我就跟他聊了幾句 抄下了他的電話號碼 那這個BBC這個師傅 我只是上了一課兩個小時 上完之後真的很大得著 用廣東話去教真的不同一點 那在兩個小時內 其實用了大概接近斷斷續續 都差不多用了半個小時 基本上我們是坐在車上 去告訴我一些理論 一些露面的discipline 因為他知道我轉右轉得不好 他想說清楚我應該怎樣轉 才開始去做 那一課基本上我們是不停在這裡 轉左轉右轉左轉右的了 在兩個小時的操練底下 我都真的進步了不少的 真的非常多謝這個BBC的師傅 上了這一課之後 第二天呢 我又上了一下非洲師傅那一課 其實一出車轉不夠兩個彎之後 阿非洲師傅都說 Your turning is so good 證明這個BBC師傅真的幫到我 但是這個BBC的師傅 他就不是教我那個路線的 所以我繼續找他操練的話 都不是太大的幫助 我就問他有沒有其他香港人的師傅介紹 而都是會教Blackberry這個考試路線 他就給了三個師傅的電話 那三個師傅裡面呢 只有一個師傅有時間可以接我這個學生 那我就跟他說 我有師傅正在跟著 其實我想再找一個師傅幫我補習 在這裡暫停一下 說一說為什麼我要找多一個師傅去幫我補習 而不找非洲師傅繼續幫我加多一課 因為非洲師傅他的課程是排得很悶很悶 他的diary是很密的 他是五課五課的給錢的 我上第二行的時候 我已經要記錄第六至十行的預訂 那當我上到第七行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要記錄第十一至第十五行的預訂 那所以到我六月的時候 我上加一課其實都真的無法加 因為他已經排得滿了 除非有學生cancel 所以沒辦法 我就唯有找多一個師傅去幫我補習 那我見上一次 BBC師傅用廣東話去教我怎樣轉又轉 好一點有這麼大的成效 所以我再額外找多一個師傅幫我補習 我都繼續去找廣東話師傅 而這個幫我補習的師傅是女師傅來的 那我又在她身上又學到一些東西了 除了我想去幫我操考試的路線之外 其實我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不太懂得去看 當我車在行駛的時候 如果左邊有些車牌在那裏 我怎樣量度的距離呢 其實非洲師傅他有教過我怎樣駛 但我覺得他的方法不太好 那這個女師傅的車 在車頭的檔方玻璃那裏 已經有兩個貼紙了 他就跟我說 這兩個貼紙就是你行車的時候 右邊線和左邊線的量度的距離 他就叫我可以試用這個方法 總之那條膠紙 跟左邊拍他路的車的路 有一點距離 那我就安全了 那我就夠過了 那所以真的在不同師傅的身上 是學到不同的東西的 那我就用這個女師傅 教我看那個膠紙位 這套方法 apply在非洲師傅的車上面 那當然了 非洲師傅的車 就沒有那條膠紙的 但我就去找 找那個中間位去量度 當我左邊有車拍了在這裏的時候 我說中間位不要那麼貼 我就會過到的了 那這一招呢 確實是可以的 但是因為始終沒有一個膠紙 實在是貼在這裏 所以我就 仍然需要時間掌握 但都比之前好了 那另外呢 我再想說一說 我想這個女師傅的課 那兩小時呢 是真的可以用盡去操練這個考試的路線 因為平時呢 我學車的時候呢 即是無論BBC師傅 或者非洲師傅 他都是來我家接我的 那學完之後呢 他都會載回來我家這裏的 但是呢 那女師傅呢 她那個 覆蓋的範圍就不到我家 他就說 啊 你可不可以去最近 考試路線的一個地方上車啊 那我就要坐巴士過去找她的 雖然我要花多了時間 去坐巴士去上車 但是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我約了她在Tesco Extra的車場那裏等 其實我一出超市 已經是很接近考試路線的地點了 那所以那兩個小時呢 我全程是用來操練考試的路線 那變成是真的操練得多些 如果平時我的非洲師傅來我家接我 其實頭頭尾尾呢 我想沒有了20分鐘 至少20分鐘 是由我家出發去考試的路線 還有由考試的路線回家 還有我跟非洲師傅 還要練各款的泊車 所以操練這個考試路線的時間 又少了 那好了 現在學了48個小時 我的問題在哪裏呢 就是望鏡不夠多 還有呢 經過一些有車泊在這裏的時候 我仍然是走得比較慢 還有經常 Walls 經常打 bridges 經常買了 其實女師傅都說 在那條craber 你夠外卻割 你就不要互ti 你盡量行得流暢一點 這樣子 這個是我要改善的問題 那麼距離7月尚實在考試 而我還有 MILLOLD 我想試試 arrival 今天是7月15號 又是時候記錄一下了 我的Driving Tax 還有一星期就到了 心情是挺緊張的 不過師傅說我OK的 我終於明白為何之前師傅說 她的預約很滿就加不了課給我 所以我找了一個香港的女師傅幫我補習 原來她是捏住了一些旗不折出來的 因為其實她7月20日開始就放暑假的了 之前其實她有很多學生都去考試 她就捏住了一些旗 看看哪些學生覺得不太OK要加操的話 她就擠一些課給她 所以這個星期是臨校之前 最後一個星期我原本是上三課的 她就擠多兩課給我 因為她覺得我出roundabout的決定 做得不夠快、做得不夠準 希望再跟我加操一下我會做得好些 再加上那個香港女師傅我都約了一課 所以這個星期是這個終極消淺週 一個星期就有七天 我六天都出去操車 希望可以準備得自己好些 下個星期就去作戰 我都不敢期望是否真的可以一踢過 但是如果這次不通過的話 再約一個期的話又要繼續消淺下去 所以我希望自己可以通過 但是有時候的事情都很講天時地理人和 我唯有就是盡力吧 平時我做人一點都不沙塵 很誇張的 但是今天被我餵飯吃 被我招職一次 我今早早考車是一踢過 真是很開心很開心 我都很power我自己 要好好記錄一下今天 今天是2024年7月22號 我今早是考10點04分 市場就是Blackberry Test Center 今天是4月1號 其實剛剛上個星期 一個星期七天裡面 我有六天都是出運車的 因為自己真的年紀不小 這件事要做得好熟好熟 我才是有信心去考的 一直都很擔心這個Roundabout 因為師傅說我的Decision Making未夠 即是不得精準 所以我都是不停操練這個Roundabout 直到昨天早上最後一次的操練 Roundabout都OK的了 是欠了些什麼就是那個Parking 特別是Forward Bay Parking 因為師傅的車其實沒有貼 貼紙做一個Reference Point 每次都要靠自己看它的位置 做了兩次都不是太好 要進去的位置之後 還要窄界的 要再調整 我就覺得如果要在考試的時候 要需要調整 其實就已經很緊張了 再調整的話就更加緊張了 所以我今早早跟師傅說 我們昨天的Parking好像不太好 不如我們今早早再溫習一下 泊車吧 師傅又帶了我去附近一個停車場 再練一下泊車 無論Reverse Bay Parking Four Bay Parking 還是Parallel Parking 全部都試了一次了 今早早都算是挺精準的 我立刻記住個位置 條線去到哪裡就要扭軚了 然後練好Parking之後 我們就拿去Test Center 我整天早上都盡量冷靜一點 保持一個冷靜的心情去面對 不要那麼緊張 然後我見到考官出來的時候 第一個樣子比較嚴肅 幸好那個不是我的 我考官的樣子 看上去遲長一點的一個 那個叔叔還是伯伯 都不知道是伯伯伯伯伯 那考試一開始的時候 就要檢查視力 檢查視力這裡就好笑了 那考官就帶了我去老院 就問我前面黑色的車的車牌 多少號 那個車就是師傅的車子 我都有點印象他的車牌號碼 是什麼號碼 還有我又換了一個新冷鏡 所以一看都看到很清楚 那視力這一關就很簡單的Pass了 那上了車之後呢 我就深呼吸一下 看自己冷靜一點 不要那麼緊張 好像平時師傅坐在我旁邊 去操車就可以了 一路上都很平穩地去駕駛 直到去到一個位置 我當時聽到一個Z Lab 就說 Bear Right 我就靠右了 但考官就說 不是的 你這裡要靠左 轉左之後 你才Bear Right 那我就剪回左邊的線 但是呢 那時候就真的有點緊張 忘記望鏡 又忘記打燈 那時候心裡也有點押底了 最押底是什麼呢 最押底就是 考官叫我進去Liddle的停車場拍車了 那好吧 扭左進去之後呢 他說叫我在第一行再轉左 扭左進去之後 因為那裡很窄 真的很緊張 再轉左那一下呢 我心想這次PK啦 上駁是大技來的 但是呢 都要保持真正啦 下官就叫我 要做這個Forward Bay Parking 其實Forward Bay Parking 是幾個Parking來講 我覺得是 對我來說是最難的 因為進去的時候 我看不到一些線 不過又好幸運地 那個Forward Bay Parking 今早早那個Parking呢 是完美 帥仔 兩邊很parallel 還有左右呢 那個剩下的位置呢 是很對稱 我是完美地拍了進去的 那考完那個Forward Bay Parking之後呢 離開了停車場 那再走多一會呢 就差不多回考場了 那臨回去考場之前呢 考官就叫我在左邊那個停下 還有盡量貼近前面紅色的車 那我相信考官是想給多一次機會 看看我的攝影控制有沒有問題 因為我在入列停車場的時候 拍了一招 那所以呢 他叫我停得近一點 前面那個紅色的車 看看我轉不轉得出來 那好幸運呢 我都很熟練地就轉出來 完全沒有問題 那回到去考場了 那考官就叫我 隨便找個位置拍下來就可以了 不需要很完美地拍的 因為他不是考我拍車的 跟著我的車一埋到 他停下了之後呢 師傅就走過來了 那我就跟他打個顏色 我其實給他一個不OK的眼神 因為我覺得 我自己在Lidl 進去的時候 我拍了一招 都是死硬多了 應該都要再考第二次的 竟然考官跟我說 You passed the driving test 我都很驚訝 那我跟考官說 其實我以為我在Lidl 的時候 我已經失敗了 那但是考官就說 其實Lidl 那個停車場 進去的那個位置 都真的挺狹窄的 都不少考生在那裡 是避免的 所以他沒有肥 他說那是OK 真是好幸好 我原本真的以為我自己 就失敗了 但當時沒理由 這麼快就放棄了 The soul must go on 所以我都 儘量平靜我自己 去完成了我餘下的考試 但其實那時候 我真的腳都震了 好 最後呢 我要多謝我的師傅 雖然他在我行車的期間 他會看電話 會講電話 但是他都真的 很有經驗 教得很好 還有給了很多的信心 當我還很擔心自己 行不行的時候 他就說 我說你Qualify就Qualify 你放心去考吧 另外呢 我還要多謝我自己 對於考車這件事 我都真的盡了 很大很大的努力 所以呢 今早才能夠 一開始 絕對不是蕭喊 絕對不是運氣 是我自己的努力去換取回來的 講到這裏 大家可能都很想要師傅的電話 那我的師傅 只是教Brabry這個路線 那如果大家打算是考自動波 和是考Brabry的話 我這個師傅是 絕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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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介的 那想要師傅的聯絡電話 就在Facebook上PM我 那今天的分享呢 就來到這裡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喂 我九月呢 可以載你回學 開心嗎 開心呀 耶 終於不用走路 不用坐巴士了 沒錯 不用給一磅坐巴士 還有我呢 我兩磅 我去兩磅 回來又兩磅 加起來是五磅 好貴 我喜歡 我先讓你去再一磅 廣場 我最喜歡的 我要一磅 一磅 你